音樂 詳細詞 詳細詞 曲名字 余鬆眼 其實我想起 當時生嬰兒時 又不懂用氣 之後用力又用錯了 令到很累很累 然後程姑娘說如果再生不到 就會開胞 我就想知道 接下來的胎後,我真的很想準備得好一點,不用太緊張 其實現在在想 其實你想想,你已經生過了,你都緊張,第二胎都緊張 我想有很多的媽媽,即是新手的媽媽,現在已經有緊張症了 究竟要怎樣用氣,要怎樣去用力 我深信,其實瑜伽練習可以幫助你去控制自己的呼吸 懂得怎樣去深淺去控制 亦都可以訓練到某些肌肉,是可以幫助你在訓練的過程更加順利 接下來我們會練習戰士式2,Warrior 2 我們先會站在一隻的最前方,手叉腰 一起吸氣,把我們的左腳拿高 呼氣的時候,把你的左腳大大步向後慢慢走 我們留意,如果我們去到華日的後期 肚子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輕輕把前腿向右邊走多一點 留一點空間給你的圖 如果你覺得沒問題的 你可以把你的右腳去到中間的位置 我們前腿會對著後腿的足弓位置 好,我們要注意了 兩隻腳盡量抹闊抹大 而我們的左腳後邊去到腳趾後邊都用來踩低 而前邊,我們的膝蓋盡量都不要前過我們的腳本位置 你可以在上高又或者向後一點都可以 我們不一定要做到最準的 好,然後我們一起吸氣,把腿拉開 延展在你身體的兩旁 在這裡保持呼吸 然後儘量把肩膀放鬆 不要縮向耳朵 好,在這裡保持大概三至五個呼吸 另一邊同樣都是這樣做 這樣便會完成這個動作 接下來的這個動作就是喬式 可以幫助我們加強大腿力量 還可以收緊門底肌 一般這個動作 其實做的時候 可能都會這樣躺在正中 但如果媽媽想舒服一點的話 我們也可以準備一個瑜伽磚 你可以放在枕頭上 再放一個瑜伽的枕頭 在上高 如果你說我家裡沒有這麼多的道具 那不要緊的 可以躺在枕頭上也沒有問題 好,我們開始了 我們首先會把我們的膝蓋 坐在枕頭上 記住我們的下背脊會頂住枕頭 然後我們慢慢躺下 好,舒服了 我們開始會把我們的腳走入少少 可能你的手指會碰到你的腳跟 即使碰不到也不要緊 好,這樣來了 我們繼續做動作的時候 膝蓋是不會黏起來的 盡量平衡的,OK? 好,來了 吸氣慢慢升降你的臀部 大腿用力 夾向中線 收緊門底肌 好,呼氣的時候 慢慢由上背 下背,中背,下背 慢慢下來 好,再重複壓 吸氣 對,收緊你的盆底肌 再收上你的大腿 你的臀部都可能會有少少收緊的感覺 好,呼氣 慢慢再放鬆 我們大概在這裡來回 你可以做五次 到大概八次左右都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便完成這個動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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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